Black Kid Black Kid 嗨沛寶今天要跟你們聊的是 自律是成功的條件嗎 那我剛剛只不過去個便利商店 繳錢領包裹 結果呢在結帳櫃台的地方就 咦不小心手滑買了這個 菌霸扁花糖 我覺得這完全就是 便利商店的陰謀 把這種新奇可愛的東西 擺在那邊誘惑人 讓你忍不住就把他帶回家了 我覺得這跟今天的主題也 蠻相關的齁 所以呢就想說今天趕快來拍一下自律這一集 因為我自己平時就是一個 常常衝動購物的人 好我先去泡杯咖啡 等一下我們一起來好好的聊聊自律 這一件事情 好大顆 好香喔 煙花糖開始融化了 好我們一起來聊聊吧 最近呢因為受到一些網友的來信說 他知道自己該好好的用功讀書 好好的運動 甚至是做這個做那個 都能夠讓自己變得更好 但總是沒有辦法堅持下去 受到一些親朋好友的冷嘲熱諷 開始覺得自己好像沒有價值 什麼事都做不好的感覺 然後甚至有一些人 產生了親身的念頭 的確我們常常可以在一些 報章雜誌內容網站 甚至是名人的專訪 聽到一些例如像是這位企業家 每天早上五點就起床了 工作十八個小時全年無休 或者是某某明星他花了幾個月的時間 就減肥三十公斤 真的是很棒很努力齁 之前文章的出發點雖然都是好的 想要鼓勵一些人 但如果寫的不夠完整 反而會讓人覺得沮喪有挫折感 而且會覺得好像在影射說 如果這個人過胖肯定是他 好吃懶做不上鏡才會變成這樣的 一個太瘦弱的人肯定就是 每天綜慾過度身體虛弱 不懂得照顧自己 那一個事業表現可能成就不突出的人 就是缺乏毅力 整天只會追劇打電動虛弱人生的人嗎 這樣很容易造成人與人之間 一個先入為主的判斷 然後對於很多人際關係來說 是相當可惜的事情 首先想要了解一個人是不是自律的人 我覺得應該要先充分的認識他 把他生活的層面 全部都用客觀的角度去評估之後 才可以去判斷 而不是說從他單一的層面 就判定說他不是一個自律的人 我直接用舉例來說 好了就像我們常可以看到一些 男明星藝人公眾人物 他們肯定是經過長時間的努力 才有今天這樣子的成就 而且他們還要保養他們的體態 就是讓他們上鏡頭可能會是好看的 然後在於他的工作專業度來說 肯定也是要一直不斷的進修 讓他可以就是維持在他現在的一個成就上 但如果我們從家庭層面 從他老婆的角度去看他 他是一個成功跟自律的人嗎 有沒有可能他會經不起一些誘惑 就造成感情上的出軌了 那他是否花了很多的時間 在他的工作上而忽略了就是陪伴家人 而一位優秀的運動明星 他可能在工作期間需要到處去比賽 很少時間陪伴家人 但是他退休之後選擇花很多的時間陪伴家人 而忽視了維持運動 然後維持體態變胖了 那這樣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不自律的人嗎 我在這裡並不是想要批評誰 或者是說這樣做是對的這樣是錯的 而是想要指出每一個人 都有可能會因為自己的欲望跟責任感 而去選擇追求或者是犧牲生活中的某一部分 沒有人是可以完美的做好每一件事情的 所以自律其實就是犧牲生活中某部分的欲望 去完成一個更大更重要的欲望跟目標 也很常見的是像一位可能曾經熱愛工作的女生 結婚有了家庭之後呢 她選擇放棄了自己原本的欲望跟夢想 去成就一個她覺得更重要的目標 就是維護好她的家庭 她把大多數的時間都放在家庭中 犧牲了自己 那可能很多人都會覺得 她的體態就是沒有當初這麼的瘦 這麼漂亮啊 然後也減少了時間去吸收這些時尚資訊 讓自己的打扮變成土裡土氣 或者是穿的就很隨性 一般人看到這樣的情況可能就會說 哎呦女生喔 就是結了婚之後就鬆懈了 她變成黃臉婆了 認為她是好吃懶惰不自律的人 但真的是這樣嗎 其實拿一個人的天生外表來判定她是否是自律的人 我覺得這是最沒有參考價值的 因為有些人可能天生就是吃不胖 那有些人她就是易胖體質 她想要維持同樣或者是類似的身材曲線 她需要比別人多花三倍的時間跟精力 她可能就會覺得這太辛苦了 她想要把時間花在別的事情上面 如果說可以依照身材體態去判斷一個人 是否是自律的人的話 那我想健身房的教練 他們應該連收入都是幾億起跳了吧 所以呢許多比較成熟的人 就會把自己的時間跟心力 專注在學習 讓自己能夠變好 充實自己的能力上面 但其實也必須老實說 很多人就是會 直接先用外表去判定這一個人 如果說你是選擇把時間跟心力 放在事業衝刺跟照顧家庭上面的話 你必須要有一個很健康的心態 才能保持自己的一個身心靈的愉悅 但是我要告訴你們的是 我相信一個照顧家庭的好父母 在孩子的眼中絕對是寶貴的支柱 那一個為了工作在打拼的人 在被他照顧的人的眼裡 絕對是尊重跟欣賞的 那人生就像一場馬拉松 每位跑者都要為自己的特質去設計一套戰略 有的人一開始就會把所有的時間 花在改善自己的缺點 導致於自己的優點沒有體力去好好的發揮 有些人知道自己的優點 也知道在不同的階段 需要專注不同的任務上面 比賽就可以跑出好成績 當然也有些人 他並不想專注於自己跑了第幾名 而是專心在享受這一路上 所看到的景色跟跑步的樂趣 重點在於你自己知道自己的目標跟策略 每一天都活在自己的道路上 不要輕易的讓別人的眼光影響了你的自我價值 最後我真心希望跟祝福每一個年輕的朋友 當你被親朋好友攻擊 你覺得自己一無是處沒有價值的時候 記得好好的告訴自己 只要好好的活著 隨著每一天的生活跟成長 你會越來越了解自己 然後經歷到人生許多有趣不一樣的事情 學習到更多的新事物 還有記得不要輕易的去否定別人的努力 然後在不了解的情況下 絕對不要直接論斷一個人 因為我相信這一切都會是一個循環的 只有真心的去幫助身邊的人多多關心他人 才會是有意義可以讓大家一起進步跟成長的 好那感謝你們的收看 祝福你們囉 然後喜歡影片可以幫我按個讚 我就很高興囉 我們下次見 Bye Kid